今天要讲的这部作品是一个冷门类别的番剧 名字叫《女仆咖啡厅》 该作动画于2010年博映 讲述的是脑洞很大但又很普通的女主 兰山不鸟 一边情迷在推理小说的剧情中 分析着周遭校园普通的生活 一边在小镇上唯一的女仆咖啡厅打工 与同学们过着看似跌宕起伏 实则非常日常的日常故事 该作原作是由石黑郑素老师 于2005年在少年画报社的月刊 Young King Overs上连载的作品 少年画报社其实可以聊的事情很多 这是一家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创刊的杂志社 六七十年代及旗下的周刊少年漫画杂志 曾在日本漫画的杂志界登顶 但后来一蹶不振 所以现在少年画报社几乎没有少年像的漫画 像漂流武士 皇家国教骑士团 天生一对 我们大家的合合装 都是该社旗下的作品 好家伙 这个杂志社属于反向奔跑了 说回到漫画中来 女仆咖啡厅漫画原名叫 即使如此 小镇依然转动 漫画的故事后期 这个酷酷的学姐已经毕业上了大学 但女主还是会偶尔的找学姐去玩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撞见学姐在家萌萌哒 在外人面前 凶巴巴的变脸技术 喜欢女主的真田同学 依旧没有告白 而女主的好闺蜜 则直接告诉女主 你不用再装傻了 女主明明知道真田喜欢自己却不说 女主也知道闺蜜喜欢真田 也不捅破窗户纸 就是为了不让熟悉的日常发生变化 所以闺蜜决定 当着女主的面去跟男主告白 然后 最后一秒 闺蜜还是怂了 不过闺蜜最终放弃了 继续在女仆咖啡厅打工 准备好好考试 未来选个更好的大学 女主则一边欢送伙伴 一边想着找学姐和大家再聚一聚的时候 结果日本突然来了台风 于是 女主被外星人绑架了 原来外星人想要从台风受灾的人群中 选一个人做样本 女主被选中了 只要女主肯做样本 外星人就可以用自己的科技 让台风消失 让灾害不会降临 否则他们那将会有3000人死亡 但女主做了样本以后 大家都会忘记女主 但女主为了家人 为了朋友 最终按下了黑科技 停下了台风 果不其然 班里的同学们都忘记了女主 但就在这时 喜欢女主的真田和闺蜜 发现了女主 他们冲了出去找到女主 然后大叫道 剧本结局你写完了没 原来刚才那些都是学院记上 班上同学们要演的话剧 剧本是由女主写的 女主此时因为写不出好结局 选择躲了起来 最终女主逃着说 我写不出好结局呀 正片漫画到此结束 但是 在单行本最后 还是出了一个不玩小剧场 等女主20岁的时候 女主写的小说 终于获得了杂志社的家作奖 虽然不会因此出书 但也得到了以前好友们的鼓励与支持 此时 弟弟妹妹们也长大了 而一直向女主隐瞒身份的旧货店老板 作为作家也出席了小说的颁奖典礼 本来她挺惭愧的 不知道该如何说明自己 这么多年欺骗女主 让女主走向了神经质的写小说的道路 但女主其实早就知道了 她崇拜的作家就是旧货店老板 两人相视一笑 故事正式落下帷幕 哦对了 顺带一提 这里男主针铁露了一个镜头 我也不知道 这是要说男主后来去卖鱼了 还是说男主跟女主约会的时候 在鱼滩的附近 总之 这几个人的感情线 卖了一个关子 并没有明确说明 好了 以上就是女仆咖啡厅的原作完结剧情 各位觉得这样的结局如何呢 你喜欢这样的结局吗 赶紧到评论区里 与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吧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